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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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收看的是燦爛時光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中翔 燦爛時光會客室由公司新聞一體中心片恩 还有公民行动影音记录资料库 我们联合自播的网路视讯视频的节目 我们希望透过人物的专访 来让大家了解到一些 争议性事件背后的一些问题 那我想这一两年 其实有一个议题是受到全球关注 就是MeToo所谓的性骚扰的这个事件 那这个事件我们看到在全球 有非常多的这个艺人 或者是这些演艺人员 他们其实也慢慢的愿意走出来 告诉大家他们所经历的一些故事 而这些故事其实也不会是 在这些名人的身上 甚至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 在不同的行业不同的机构里面 甚至在家庭当中都会发生 都有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一件事情 那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教会 那为什么会特别谈教会呢 其实在教会其实相对之下 在台湾最近这几年 因为有关同婚争议的时候 教会大概都会被贴上某种的印象 可是同样的性别的问题 恐怕不是只有在同婚与否这件事情上面 还包括刚刚谈到的性骚扰的问题 在教会里面是不是也会有可能发生 也会出现类似的状况 那当然我们可以看到 在很多的这个天主教里面 其实也会发现 类似的这种长期受到这种 所谓的性侵或是性骚扰的 这些年轻的孩童们 甚至有些这个神父修士 都会面临到很类似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今天的节目很特别 跟大家邀请到的是 香港基督教协进会的助理执行干事 曹晓彤要来跟我们谈这个问题 Jessica你好 你好 可不可以先介绍一下 你们的机构是在做什么样的一些工作呢 本身我的机构叫香港基督教协进会 然后它是一个合一教会的主机 然后它里面是有不同的中派在里面 比如说圣公会、寻导卫理、中华基督教会等等 然后我们平常都会大概是做那个合一的东西 就是宗教上的交流 或者是关注一些社会的议题 然后性别公益的议题是其中它一个的事工 所以你们大部分就是在一些 所谓的神学上面的这些研讨 或者在一些彼此教会的交流合作 那其中一个是性别 性别的议题是一开始 就是你们这个协进会 本来就要去做的一些工作吗 不算是 其实因为有一个起因 就是有故事的开始 然后就是在2012年的时候 有一个姐妹她就立名叫K小姐 然后她就写下一个文章 就是教会你能够为心情受害人寻求公益吗 然后就把那个文章投稿去基督教的报纸 叫时代论坛 时代论坛在香港算是一个比较进步的 这个所谓的教会的比起来 也是对对对 然后她里面就讲到她的那个故事 就是说她在一个工作期间 就是跟一个基督徒的上师 去了外地的公干 然后在那个公干的期间呢 就是给那个上师就性侵犯了 然后她就在那个很徬徨的时间 就是打电话给她的牧者 但是很可惜 那个牧者没有提醒她说 她可以报警或者是寻找那些社工 但是只有很提醒她就说 因为伤害你的人是你的弟兄 所以你是要原谅她的 所以那个时候她就 可能我们现在听起来 好像觉得不可相信 但是如果那个事情是发生在 那个很伤心的人 然后你寻求帮助的人 也是你很伤心的人 非常信任的一个对象 所以你就会就觉得 她这样子对你的那个意见 就是很值得相信 所以就她就没有去做任何的报警 或者是什么 然后后来她这一年的时间 她有找其他的在香港一些 关注性情受害人的那个志工的团体 然后就慢慢都走出来 就发现其实这个事情 是不应该这样子被处理的 然后她就把这个整个的心路历程 就是写下文章 然后登出来以后 教会有一点点的反应 什么样的反应 因为那个时候 我还不在这个圈子 但是我看起来 就是引起一些涟漪 就是先觉得 这个事情 她真的不应该这样子 处理性情的受害人 另外就发现 好像教会里面 从来都没有一些 关于性骚扰性暴力的一个教导 所以那个时候 我们的机构那个总干事 不敢唱牧师 还有一些 一直以来都关注一些性别议题的女的目者 她们就觉得 不如我们先在我们的机构 订立这个防治性骚扰的政策 就是在我们的机构里面 就开始设立了这种 怎么样防治性骚扰的一些规则政策 对好像公司啊 一些学校一样 然后就 但是那个政策只有保障我们的机构 但是希望着订立这个政策之后 就是能够鼓励其他的中派 还有其他基督教机构可以访效 因为刚才我就说 我们的机构是旗下他们有很多的不同中派嘛 我们就有一个期望他们就能够这样子的学习起来 所以那个时候就他们就好吧 好吧 我们就从外面就聘请一个人 就专门就做这个事情 所以我在2013年就开始做这个东西 其实我开始做这个工作也是蛮有一个很特别 其实因为他也是在时代论坛登报纸 是聘请这个性别公益事公干事 然后我看这个名字的时候 我以为是推动那个LGBT的 我不知道是讲那个性暴力的问题 因为我就觉得应该在教会里面 比较有争议性的问题 是应该是同志的问题吧 然后就是在面谈的时候 我才知道是这个议题 然后当时我就觉得有什么好谈 就觉得 这好像是理所当来的 为什么还要特别去谈 对 因为在教会反暴力是很理所当然 所以就觉得他为什么有这样的很复杂吗 很困难吗 所以就一开始 因为在很多的机构里面 这种所谓的防止性骚扰 或者在台湾对有一些很多机构 政府机关 学校都有所谓性评委员会 或者他专门在处理有关性骚扰的问题 所以对人来讲很讶异 教会本来就应该要去面对这些问题 可是却没有 对对对 所以就后来我才慢慢的这五年 在感受到原来是很特别的问题 然后就是很反映到教会里面那些独特性 所以就一开始是这样子 然后后来 因为一开始就是很单纯的 就觉得OK 就先定立好自己机构的政策 然后再慢慢一步一步 先成立一个防止性骚扰的委员会 然后就每一个中派的牧师的会 他们的传导人的会议里面 就去他们那边就讲 然后我的很天真的想法就是 应该是我讲完以后 大家都会感觉 对对对对 就是一百个人里面 应该有一个吧 但是真的真的没有人 所以你刚刚谈到说 你们原本期望说 你们这个机构里面协进会 提出了有关所谓的性骚扰防治的 这些相关的政策 希望在你们协进会下面的 其他的机构也能够去仿效 对 那你们是第一个去在教会界去提出 这样的一种所谓的政策的吗 或者是说你们在推的过程当中 刚看到的反应似乎不是那么预期 那他们的反应后来有定吗 有啊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 你说的好 就是我们是真的基督教里面 或者是宗教里面算是 就算不是第一个还是 也是前几个 对对对 几个是讲政策 或者是关注这个议题的 然后就后面他们可能 我刚才说我们2013年开始讲嘛 然后14年在香港 你就知道是雨伞运动啊 很多不同的民生的问题也是出来 所以有时候啊 我不是为教会找借口 但是其实教会要面对的议题也真的很多 但是好像从来都不能够把这个议题放在他们的 这不是他的力量 不是他优先要去处理的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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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所以因为他们常常都说 都觉得有发生问题的时候就觉得好像是某几个人的问题 好像这个故事就不好 就这样子 他不会觉得 不会觉得我的教会也可能有这个故事的可能 所以2014年时候我们也做了第一个问卷 因为那个时候为什么要做呢 就是每一次我去讲这个分享要做这个政策的时候 就会有牧者会问我 你说这个东西很重要 那多严重呢 是不是如果是真的很严重的话 我们就觉得要priority 把它放在对不对 然后我就说OK那就好 我就做一个问卷的调查 那个时候那个问卷叫教会领性骚扰与性别意识的问卷调查 那个时候我做的蛮 用的那个方法蛮困难的 其实就是我要确保田的人一定是有上教会的基督徒 所以我就是要发信给各大的教会 然后如果他愿意做这个问卷的话 我就去他们的崇拜的时间 崇拜以后我就去他们那边就拍拍那个问卷 然后就收 然后就用不到你们一分的钱和人力 就是我去就好 香港的教会大概是1230个堂会 最后只有12个堂会有做 就12个 对对对 所以那个代表性不是很多吧 所以那时候只有12个 其他的还是有一千多个是不愿意做 有给你什么样的一些理由 或者是一些为什么他们不希望你去做 或者是是不是时间不够了 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原因 那个时候我们除了发信以外 我们还有一个实际生他就帮我们打电话 然后他有的时候他就说他还没有完全讲完那个问卷的那个名字 就是好像教会信就是说的信这个东西的时候 他就会回答说我们不支持同志的 他们就好像你的开头 就是觉得新的问题 就跟同志的议题是一样的 然后都没有听完整那个问卷的题目 然后也有一些就是可能教会也是很多的阶层 然后有时候听电话的那个是干事 然后有些教会他会要 有些委员会要通过要不要做那个问卷 所以有时候是某一群人可以做 但是后来也有一些权利人都不想做 所以那个拦卓是蛮多的 所以就变成只有12个教会 这是第一年做的时候只有12个 是 那后来这些愿意做的教会有变多吗 我们没有在做这个 没有在做 对对对 可能如果觉得这个方向是好的话 可能会再做 但是现在就没有 所以2017年那个网上的调查也是在坚基于这个经验 就觉得好像如果我在做同一样的方式 也是很多拦阻 所以我就做 所以我们就决定要做一个网上的 就是无论任何人 只要你看到那个link 你见到那个连结 就可以讲你自己的故事 所以有这个背景 所以后来你们就是变成在网上面去做调查 然后包括所谓的他们的所谓的量化的统计 以及他们去讲自己亲身的故事 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对对对对对对 最后我们其实有一个时间也蛮特别 因为2017年我们就发了两个月之后 就是me too的开始 其实我们没有没有恰定的 就是因为me too的浪潮 就是让这个议题更能够更多人去关心 所以本来一开始我还记得 其实这个连结啊 每一公开可能也是两相天的时间 然后已经好像有十几个二十个故事 已经投稿出来了 然后就本来其实我们这个网上想做是三个月 但是后来就是遇到me too 有更多的人愿意讲 所以就延长得到今年的四月我们才收起来 然后因为有多少人愿意去找这个故事 最后就是收到59个故事 然后就我们因为我们最后一条问题 有问他们如果你愿意我们深入访谈的话 就留下你的量 最后我们就找了五个人就跟我们深入的访谈 然后五个人当中有四个是女生 然后一个是男生 其实你问我有深刻的话 其实五个人也蛮深刻 因为他们的特别就是说 他们特别就是很平常 但是他们的故事 其实也是很典型的那个 心情说我们听得到的故事 但是当这个人就活生生坐在你对面 然后在谈的时候 还是一样会觉得很震撼 就是他们的故事也不外乎 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典型 但是他们还有自己的那个故事的一个特别性 所以还是觉得很震撼 然后他们五个也是不同的年纪 然后来自的教会也是不同 大小不同 也是是大的堂会 也是很小的堂会 有些是发生在外地的 男生那个故事也是很对 我想在这个所谓刚刚谈到的类型都差不多 类似说像所谓性侵害或性少女类型 恐怕它都会有一些 一项类似的这个地方 不过其实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 那他们怎么去面对 特别是在教会里面 或是教会里面的这些所谓的长职 这些所谓的牧者 他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 恐怕是一个更重要 就是好这种事情好像很多人都会发生 然后他恐怕也跟某种人性 或是你说它是一种需求 恐怕也是有一点点关联性 但是这个需求对别人是侵犯的 对别人是伤害 那作为一个强调爱的教会 作为一个强调公义的教会 他怎么去面对这个问题 我们先休息一下 明镜周刊和时报周刊 各自在网站上登载的最新报道中指出 从暂后的一九四六年到二零一四年的 六十八年期间 至少有三千六百七十七名受害者 遭到神职人员性侵 受害者当中半数以上年龄在十三岁或十三岁以下 报道也说 参与调查的海德堡大学等单位 无法取得原始资料 还说发现教会可能涉及湮灭证据 因此受害的人数可能更多 从欧陆到南北美洲 近年来不断传出神职人员涉及性侵 除了各地的教会组织 身为天主教核心的范迪刚也饱受批评 从已经过世的若望保禄二世 自行卸任的本独十六世 到现任的方济各都难逃批判的声浪 对此教宗方济各除了出访时 接见受害者代表或是发表道歉声明 也针对重大的案件做出处置 十三号教宗在范迪刚接见美国书记主教代表团的同时 宣布接受西维吉尼亚州查尔斯顿教区 布兰斯菲德主教的退休申请 之前教宗也在七月份接受 宾州主教麦卡里克请辞 但这些都无法平息各方对教廷的批判 就在美国书记主教团到访的前一天 教宗也宣布在明年二月 召集全球一百多个国家的主教团主席 到范迪刚会商 针对防止神职人员性侵事件发生 保护未成年人免于受害 制定新的行动准则 记者综合报道 欢迎回到参与时光会客室节目的现场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翔 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 特别邀请到香港基督教协进会的助理执行干事 曹晓彤来跟我们谈 在教会里面 可能发生但是不太受到关注 或是甚至有些教会不知道怎么处理 甚至回避处理的所谓的性骚扰的问题 那其实在今天在访问这集的这个节目当中 其实校园杂志其实也曾经在 这个2018年的4月26号 也去访校刚刚谈到的 这个你们做的这个调查 就是不再沉默收集教会内被性骚扰者经验的 一个网络的这个匿名调查 然后网上的这个上线 文件上线大概十几个小时 大概有25个人填写 有10个人要愿意去接受采访 不过很可惜 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公信力恐怕不是太够 所以他们就只有在一天的往上时间 不过还是 他们后来还是有做出一些相关的 这些所谓的专题的这个报道 其实我觉得这是蛮值得 我们要去关注的一个问题 那我想要继续请教Jessica 就是你刚刚提到有一些朋友 其实在香港有五位曾经愿意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那这些访问当中 其实有什么样的一些故事 让你觉得特别的惊讶 或者是说这些访问的过程当中 也许这些故事并不让你惊讶 但是教会或是他们这些人怎么办 那他们面对的教会 怎么去回应处理这些事情 有几个我觉得也可以拿出来分享一下 其实在报告里面 我有写大概他的一些故事的背景 但是因为他们的适应 所以我们就不会把那个很剧情的东西 有把它写出来 但是有些他们一些分享 讲出来的一些对白 其实也是反映很多教会一些文化 或者是神学怎样 就是影响他们在这个事情的一些方式 其中一个就是他是一个已经很投入 在教会里面的那个姐妹 然后他也是很多关注社会公益的议题 然后其实对我来说 我有一个可能一些盲点 就是觉得如果一个人他对那个社会公益的议题 很熟悉的话可能应该不会那么 会比较勇敢一点 对或者是会比较知道 其实应该是在教会以外的知道怎样都去处理 但是他的那个故事也是 他其实也是很勇敢 本来他的事情就是大概就是毛手毛脚 就是毛手毛脚对他 然后他就尝试对一个小组的组长去讲 然后那个小组组长就是很内弱 就是觉得你里亚投诉的人是一个大的毛手 所以大家都不会相信你的 然后这个事情都持续 所以他这个故事也是很典型 就是那种 其实那种受害人其实有讲出来 然后他有求助 但是很可惜就是教会觉得 你的身份跟牧者就是有权利的差异 大家会觉得就算你讲出来 大家会相信那个权利比较有的牧者 所以就告诉他 好像是为你好的缘故 你不要再沉迷这个事情 你就走出来吧 然后就告诉他不要再处理 就算应该要自己坚强一点 然后就不要再追究了 因为追究之后可能对他没什么好处 就是觉得然后可能也甚至会帮那个牧者会讲好话 就觉得他平常都是这样子 你没关系就是不要理他就好了 就是很像淡化他的那个行为的那个伤害性 所以然后他其实还有持续去跟不同的人讲 但是大家的反应也是都是差不多的 所以这个故事也是蛮典型 就是那种教会都不尊重他的那个故事的那个严重性 然后因为你听到我说他的那个性骚的方式是毛手毛脚 他们都觉得好像毛手毛脚不是很严重 还好没什么 对对对对就觉得你就防避他就好 都觉得就是你就躲着他就好 就是不需要提醒那个牧者的 所以然后为什么这个好像那个有一个合理性呢 因为在教会就像你说你是爱的群体嘛 然后毛手毛脚可能别人的阅读是对你好 我是不爱爱的便宜 所以有时候那个所谓的会对很多人讲 那个奋济不知道怎么去去哪 你也很多人想这个从国外回来 然后在其他国家好像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 但是对当事人来讲它是不舒服的 没错就是那个用爱的那个方式 就是觉得这个东西就分开好像跟学校的性暴力 跟工作性暴力就有一点点不同 就是教会里面新巴黎是一个特别的类型 因为在教会我们会讲爱 然后就觉得爱是很正确的事情 所以当有时候他用关爱的那个借口 然后叫毛小毛脚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是不是我会更多的慰问自己 是不是我想太多了 他是真的爱我才会对我这样子做的事情 但是如果这个发生在工作的场合 你不会有那么多自责 你会真的觉得真的应该是要分开一些方式 你就觉得被侵犯了 对对对就比较明确一点 这个是第一个故事 然后另外一个故事就是 有一个女生就是去外地做那个宣教士 就是离开香港然后去另外一个外地 然后在外地的时候就跟另外一个牧者 就是一起服事 但是然后那个牧者就是在一个场合里面 就是就变成他们两个单独在沙滩上 然后就强吻他就差点把他就强暴了 然后他那个故事震撼是后面的事 然后他就也是寻求帮助嘛 也是先从教会里面的 算是他们那个宣教团体吧 找一个师母就求助 然后那个师母就跟他祷告 然后就那个祷告 他说长达差不多一个小时 或者是更长 然后在那个祷告里面就说很多 你是不是里面有叛逸的灵 是不是你过往有一些尽力让你 为什么你要跟那个牧者 要去那个沙滩要释放什么什么的 然后就让人那个恐怖 反而在那个祷告当中 这个受害者感觉是被责备了 没错 然后祷告是很特别 因为如果你这样子讲的时候 我还可以辩护 或者是我是可以反应 但是那个在祷告里面的时候 你就不能 你就只能够选择 我不讲阿门 只要止 然后后来他也 为什么 然后就那个女生 也是我觉得也是很坚强的女生 但是也他没有选择要高发她 有一个很 有一个念头 或者是一个场景 因为他说那天 他见那个牧师的之前 他有看到那个牧者 跟他那个妻子跟儿子Sky 就是 就是他那个影像就是 黑之不去 他就觉得如果我高发那个牧者的话 他都会令到他整个家庭就会破碎 然后这个也是 这个情绪也是蛮典型的 就是如果伤害你的人是一个我不认识的人 其实我是很 因为我们每一个也有问这个问题 就是说如果伤害你的人是在街上 或者是其他你不认识的人 你的反应会不会不同 可能就会去fight 去反击 对对对 然后他就说他会肯定不同的选择 但是因为那个人是他认识的 然后他甚至能够有一个picture是看到他的家人 他就觉得我这样做可能会破坏他们更多 所以他们那种教会里面性侵犯的人他会更觉得那个问题 那个伤害其实是我做成的 他就会更避免他不会做更多的什么压高法他的方式 他只有是默默地自己承受 然后最后一个故事是这个男生的故事 他的那个背景是他在一个机构里面被另外一个男的上司 就是也是毛爽毛角 也是碰到一个私密的地方 然后因为他的那个故事特点就是因为他是男生 被另外一个男生去毛爽毛角 然后他们第一个问题通常都是问你的性侵向是什么 好像觉得如果你是喜欢男生的话 好像整个事情是合理化的 因为你可能就是喜欢男生 你会被认为是一个罪人 对 然后违反了这个圣经里面一男一女的这样的一个对婚姻的看法 或性别的看法 对好像这合理化这个东西的那个伤害 第一这个事情是这样子 然后第二个就是可能会觉得男生摸男生就是用时间都可以冲淡这个伤害 就觉得好像不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然后这个男生其实做完很多我们建议其他人做的那个方式 比如说他有去机构投诉 他有去我们香港有一个平等机会委员会 就是因为我们的性骚扰者是在性别歧视条例里面的 然后处理的其中一个政府的机构就是做平等机会委员会 然后最后他甚至去了报警 但是这三个方式也是遭遇到很不好的对待 第一个机构你可以想象吗 因为他要投诉的就是他的上司 就是最大的那一个 所以大家都会觉得用很多的方法就是跟他私下的讨论 就觉得OK 是不是如果他跟你道歉就可以了 就私了 对对对没错 然后就没有把这个事情做公开 或者是比较平等的对待 然后他是觉得不合理 所以就去的平等机会委员会 但是这个委员会也很可惜 因为那个上司就不肯出来去面谈 所以这个也是拉倒的方式 最后他去报警 然后报警的那个过程也是非常可怕 就是可能警察因为在香港报警的话 你会要很多去不同的警察会好像录口供 然后去然后他们问的那个方式 会让你更不舒服 对然后他会讲他是要你讲很多很试捷的东西 然后他摸哪里摸几秒钟 然后也是问很多那些性别的那个没有性别意识之下问的问题 然后最后甚至有一个警员他觉得他是出于好心 他就说你外面有没有女朋友 如果有的话不如你就算了 他会觉得他觉得自己好心 他会觉得这个事情应该要用很长的时间去完成 他会觉得不如就放弃 这个也不是很伤害的事情 所以那个故事让我觉得原来我在外面教导几种方式 也是还是有一些漏洞在里面 所以其实这里的故事其实某些程度上面 它其实跟一般的性骚扰的状况是很像 不过在教委里面就会有一些特别的状况 例如说第二可能就是在于所谓的一个权威 例如说牧者的权威 或者是圣经里面也会告诉你们说 这个牧者是教会的头 然后我们必须在传统的教会里面教导 也要去服从牧者 那另外一个就是刚刚谈到的 就是会常常在用爱 然后去包容这一切 而这个爱当然是很重要 可是当你只是谈到爱的时候 他就没有办法就事论事 那再来他就可能会反而是回过头来 会去自责 因为基督教其实某种程度上面 是一个非常自行的 特别是他会去想说 你过去会不会有什么样的一个 不管是不是罪也好 或是自己要不要先回过头来检讨自己 所以这会使得在教会里面 性骚扰的这些问题 或者处理的方式 会跟其他地方有很大的不同 对 所以就是我刚才说 在教会里面 信报就是这个特别类型 它的有些东西是 跟家庭的暴力有一点类似 但是有些时候是公司的背景 有些特点是结合的 所以像你说 它是有很多权威的分 很揭秘 就是无论是大还是小的教会 还是一层一层的 然后还是觉得 觉得那个比较上层的那个木者 的可信性度是比较高的 然后不仅仅是在权力里面 然后或者是你是信主的年值是比较长的 一个信主已经十年的朋友 跟那个刚刚来的朋友 可能会是你的属灵的长辈 这些 没错 然后这个是一个特别 然后就是跟家庭很像 就是大家不认识的也会叫大家是弟兄姐妹 然后更加多的 有些家会的牧者会支撑是父亲 就是属灵的父亲 然后他就模糊了大家的界限 就是有些时候他会用那个父亲的那个身份就跟你谈 所以就模糊掉 然后来的人 因为就对这个群体有一个期望 来的人也是 不是说像教会的人是比较脆弱 但是因为这个团体会鼓励你展现你的脆弱点 就是要面对自己的脆弱 对对对 然后就是如果整群人 你也是比较脆弱的时候 大家那些加害人 就是会利用这个脆弱点 就是会伤害到你的 在你自己接触到这些个案 然后也看到了这些状况 最后一个问题想要请教你 那教会应该怎么办 教会怎么样去处理这个问题 或者他必须要什么样的改变 我觉得第一个最重要是 要先承认教会里面是有性暴力的问题 因为如果你还是觉得 这个是某个教会做得不好 某个牧者做得不好的话 你还不看到那个教会本身那个特质 是很比较容易发生 就是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某个个人的问题 没错没错 就如果你不承认的这个特质的话 其实后面的东西不可以谈 或者应该是说其他的建议 其实是建议上 你要承认这个问题是你要面对的东西 这个是第一 然后后面 其实这个议题反映是有很多是浅诚的 或者是深层的问题 浅诚的话我们现在机构是要推动 每个机构要做那个防治性骚扰政策 如果你问我是不是有一个政策 就可以搞定所有东西 其实是不可以的 因为它只有可以处理到某个事情的 可以一个表面的处理 但是后面的一些教育的东西 或者是性别意识的问题 还是要透过更长的时间慢慢的推动 我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面向 就是这些个案恐怕也许是个案 但是它恐怕不会是个案 那我们也相信所有的机构 大部分的机构恐怕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可是只要有一件事情发生 我们就必须要去面对去处理 因为特别是刚刚谈到教会 或者在宗教团体里面 有它特殊的 包括所谓的权力的关系 包括它对于神学的教导 或是那个所谓的人群的关系 这是一个我们必须要去面对 跟处理的问题 就是如果我们不去好好的面对 刚刚谈到承认的话 其实反而会变成是一种 所谓的姑息 在圣经里面也会提到说 除了爱还有很重要的就是共义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共义 我们要面对除了爱 还要去面对共义的问题 今天非常谢谢Jessica 接受我们的访问 我希望有机会再跟你请教 下关的问题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